像我们两个一块出去吃饭 我没给他拉椅子 就因为这种事 他都能跟我吵一架 那你不应该给我拉呀 然后说我没有神神风度 我说有必要这样吗 那人家出去吃饭 别的男生都给女生拉椅子 你为什么不给我拉呀 你看到哪些男生在餐厅里面 不停地拉椅子了 除了这个电影里面 反正我就想让他给我拉 那他就给我拉一下就行吗 他就不 后来他就不拉 他就不拉呗 他更过分 他就自己从那坐着点菜自己吃 就不管我了 我就在那站着 后来我就走了呀 那你还想让我怎么样 我当时说了 我说你坐下吧 我下次再给你拉行吗 那能一样吗 这次是这次 下次是下次 那你今天吃饭了 明天就别吃了呗 哎呦 就因为这个分手啊 是不是吃饭啊 当时我没吃 我就走了 他就走了 就没给你拉椅子 你就走了 这还不够生气嘛 所以你又被晾了一个月是吗 又被晾了一个月 对 所以他们俩没谈几天恋爱啊 他们俩好像基本就是 一闹矛盾就分开 分开以后就晾一个月 晾一个月就好了是吧 一开始就好过那么两个月之后 就基本上就总是因为这点事 还有特别有意思的分手理由吗 你讲一个再 还有一个特别狗血的 特别狗血的 我们听一个狗血的 就是在我朋友面前 一点面子都不给 我们两个就是跟我们朋友一块出去玩 当时天挺热的嘛 我就买了点雪糕 然后我随手递了他一块 当时就火了 为啥 那我当时肚子疼 你看不出来呀 他还让我吃雪糕 你是嫌我疼得不够是吗 我那么多朋友在那块 一点面子不给我 当场冰棍一摔 直接人就走了 那你不觉得你过分吗 那我还觉得你不善解人意呢 那你有为我考虑过吗 所以我特好奇一个问题 你们为什么不分呢 因为他喜欢我 你回答了 他说因为你喜欢他 是你喜欢他吗 我觉得他现在对于我定义 不是那么准确了 这段感情我觉得已经差不多了 已经差不多了 所以这次你是要真来分手的是吗 这次是他找我来的 你找人来干嘛呀 我就是想让他以后 比如说吵架什么的 你先给我确定一下 你们俩现在是个什么关系 好不好 谁来确定 我们俩现在就是恋爱关系啊 情侣关系 是这意思吧 你觉得你们俩现在是什么关系啊 我们两个现在分手了 哦 所以女生是来求复合的对吧 别要面子了 说实话 这就算是吧 可是我觉得我们不能算是真的分手 哦 你们这次为什么分手啊 分了多久啊 我吃饭的时候他看我手机 啊 就是我们两个一块吃饭 我上个搜索 回来他就看我手机 然后呢 让我看见 然后又因为这事跟我吵一点 那我看见他手机里边和别的女生聊天 我现在我们俩现在根本就不算真的分手 他就在这个期间和别的女生聊暧昧 不不等等 现在有点乱啊 你们俩现在男生认为是分手关系 是这意思吧 女生认为你们现在不属于分手呢 是不是这意思 这段时间 不说以前 这段时间有多长 哎呦 一个月吧 有一个月彼此没见了 是这意思吗 啊 然后呢 之前有一次 就是就是最后一次分手嘛 啊 最后一次分手 最后一次分手 当时他又出一个活动 啊 他让我去接他 我当时正跟朋友在一块呢 嗯 那你不应该接我吗 那么晚了 你听他把话说完 然后你再说你的道理啊 当时我正跟朋友喝酒呢 嗯 那我喝酒我能开车去接他 哎那主持人你听听 他跟他朋友喝酒 他都不来接我 有这样当男朋友的吗 是是是是是啊 你正在喝酒 他让你去接他 你没接他 我没接他 然后谁说分手的 他提的 你就提了分手了 是不是你提的 是我提的 是你提的 这就是最近一次分手 就是但凡每次吵架 都以分手来当要求 行 等于这次你下进决心 要分了是吧 对 然后呢 后来那个什么 暧昧短信是什么意思呀 就是当时他看我手机的时候 怎么就到当时了呢 那会儿不是分手了吗 后来又见面了 是这意思吗 对 就是我约他吃了个饭 哦 你又约人家吃饭 对啊 男生就认为 这次的就算真的分手了 是这意思吧 对 但是女生觉得没分 你又约人吃饭 然后在吃饭的过程当中 你看他的手机 发现他跟其他的女生在聊天 你觉得是他跟别人搞暧昧 你觉得是已经分手了 是这意思吗 对 所以女生今天来我们这儿是为了要挽留她的 我理解的对吗 嗯 别要面子了 对吧 男生是来跟他彻底分手的 对吗 真的是太累了 行了 老师们你们看怎么办吧 两年 十五次的分手 女生说 我还让你回来 男生说对不起 我不玩了 你们看看怎么办 一起进入新洋美容APP 丘比特问卷 佳佳 嗯 你告诉我 分手两个字是什么意思 我说分手 就是想让他 哄哄我嘛 你告诉我分手 这两个字 在你理解起来是什么意思 我告诉你 我刚才整场都被你们俩说晕了 我特意去现代汉语词典里面 查了这两个字的意思 别离 分开 隐身意义为断绝关系 造句 既然分手了 就别 这内容我听起来都好笑 他没说晚安 要分手 没挪椅子 要分手 没来接我要分手 没有要分手 有也要分手 怎么样 有给我买根雪糕 也要分手 所以其实你们对待分手 对待感情根本就不认真 刚才赵川老师问说 你觉得那你提了那么多次分手 他为什么没跟你分手啊 你说因为他喜欢我 我告诉你为什么 就是因为你一直跟他提分手 所以他没有跟你提分手 他觉得这是个游戏 好玩 不然的话第三次你提分手的时候 他就跟你提分手了 可是他觉得 这事真有意思 以前没玩过 你们两人 你一提分手 他就等 一个月以后请你吃顿饭 哎 和好如初 他为什么不哄你 因为你不用哄啊 然后这顿饭就是那个重启按钮 下一局游戏开始 一直到玩到第十五局的时候 男生觉得 没意思了 你以为会重启下一局 你又约他吃饭了 结果人对面关机 所以女孩 你不管你再怎么作今天 再怎么闹 在他那儿 这个游戏已经结束了 你们要么想着 开启一个新的游戏 要么他自己去寻找一个 新的游戏 所以对待感情 要认认真真 面对未来 要踏踏实实 祝你们各自安好 谢谢 刚才两位啊 在这个唇枪舌剑之中啊 我特别想到了一个电影的经典画面 如果刚才把两位的声音给关掉的话 女生就是 你冷酷 你无情 你无理取闹 男生 我哪里冷酷 哪里无情 哪里无理取闹 你就是冷酷 就是无情 就是无理取闹 真的是一段经典的这种 就是电影对话 但是能够看得出来 女生多多少少 是有一点无理取闹的 因为什么呢 分手这两个字 千万不要轻易说出口 因为说多了 这个东西 它一定会在男人的心中 种下一个根 你想把它拔出来 很难 但是还是希望 两位真的是 冷静地考虑一下啊 如果男生真的 做出了这样的选择的话 那就果断一点 可能分手 对女孩来讲 也是一种成长 女生啊 小作移情 大作伤身 我觉得你应该懂得 或者说应该学会 什么叫爱 这个爱分为 如何自爱就分手 祝你们幸福 谢谢 第一次说分手 让人感觉到伤感 第二次再说 就觉得可惜 到第三次 就无所谓 再说下去 就让人厌恶 你老玩这种戏码干什么 有意义 你太自以为是 自己是别人的大宝贝 别人根本不这么想 分手两个字 一旦要说出来 那是斩钉截铁 怎么在你嘴巴里面 蹦出来就这么容易 一个女人 如果要靠一个男人的恩宠 来过日子 那怎么过都是花架子 那最讨厌女人 总是说 那你哄一哄嘛 那你哄一哄 你是猫啊 我给你一堆猫粮 你就好了 那你的感情也太廉价 沙纳说你不自爱 说得特别的准确 不自爱并不代表说 一个人一定要做出一些 乌七八糟的事 就不自爱 反反复复 反复无常 靠别人的所谓的尊重的目光 来捡取自己的自尊 这其实也是不自爱 你自己在哪呢 而对于男生来说 他这样反反复复地玩 你也就跟着他一起玩 所以你也没有多爱他 就一个人反反复复 这么跳来跳去 分手来分手去 你在旁边作为一个观众 你好像已经麻木不仁了 你也没有多爱他 你像看笑话一样 所以从某种角度上来说 现在有很多年轻人之间的恋爱 就像某种模式的游戏 自己玩得非常的害 但其实最初的那一点点好感 就在这反复无常的分手 和玩闹当中 一点点打磨掉 走吧 有多远走多远 去捡回自己的自尊 好吗 就这样 所以你会突然发现 面对一段感情 如果真的不好 真的不合适 郑重地负责任地说出分手 也是值得大家尊重的 因为那是你真的对感情认真了 所以我想 反正这段感情 你已经嬉闹了两年了 就不要再嬉闹下去 女生 对这段感情 你从来没有在意过 你在意的不过是自己 能不能做公主的感受 男生 游戏已经玩累了 既然你想玩新游戏了 今天你们就给这段 两年十五次分手的 急不负责任的爱情 来一个负责任的告别礼 你们认真地说一次分手 这样你们可以负责任地开启下一段感情 希望你们真的负责任 好吧 时间留给你们 一起进入那几天和古方红堂 真情六十秒 你这次就是真的想和我分手了 对吗 从我们刚开始 其实我觉得我真的挺喜欢你的 那时候刚见你第一面 我觉得这就是一见钟情 但是你呢 你一次次的消磨我的耐心 分手这两个词 在你嘴里说出来特别容易 但是你每一次说完之后 我都会感觉特别难受 那其实你明明也知道 我说分手的意思 可是你就是每次还是这样吗 可能我在你心里 真的没有那么重要了吧 我真的是累了 你再让我好好想想吧 我以后也会改的 我以后也会改的 谢谢两位请回 来 请关门 开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